來到第12條 亦是lock的運算 首先會看到其實三個terms 都不是同一個底 所以一定要做轉底 然後有一個1在 即是我們要把1變成lock的形態 首先做轉底 轉底我們就傾向用一個小一點的數值的底 就會方便一點來計算 應該就把8的底轉為2 那怎樣做呢 當然要運用我們的公式 如果記得的話 就是lockA overlockB 其實就是等於 lockB做底 然後數字是A 所以我們用這個公式 就可以把這個 lock8y轉為 lock2y over lock2y over lock2y over 其實就是下面的那份帽子 所以就是 3分1 lock2y OK 然後我們繼續做 這樣就可以 得到 將這個1 轉為 2做底的lock 那就等於 lock2 2 那就等於1 然後 lock的加法 也是一個公式 lockA加lockB 等於lockA乘B 所以右手邊 我們可以轉為 由lock2x加lock22 變成 lock2的2x 那我們有 右手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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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寫一次 整個個數目 看過的幾乎 再來 就是這樣子 然後 把這個lock的 coefficient 放到 Y 所以就是lock2 Y的3分一次 就等於 lock2 dx 然後兩邊 現在只有一個 然後兩個 底的是2 就可以抽出 所以 所以y的3分1次就等於2x 所以我們一起乘3次左右兩邊 y就等於8x3次 答案就等於多了